大家好我们继续上课 这节课呢仍然是我们的这个第一章 这个概念性框架继续 我们看第七点 第七点呢是我们关于会计的五大要素的 这个基本的定义资产负债权益收入费用 然后这五个定义当中呢 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前两个 一个是资产一个是负债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我们后面讲收入跟费用的定义的时候 会给大家讲这个东西为什么会重要 而且我今天现在这节课我们讲完之后 你这个会我们后面的课程啊 会逐渐的加深对大家这个资产跟负债 这个概念的重要性的这个理解 大家往后啊我们一点一点体会 首先我们先说什么叫资产 其实呢这个东西我在Upsom的时候也都讲过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啊 我们在F7呢再详细的讲一遍啊 先说什么叫资产 资产呢首先第一个关键词 大家要画下来叫controlled 就是有会计主体控制的那个资源啊 资产啊资产 什么叫资产呢 我们准则说他同时要具备 三个关键词的这个条件 第一个是由会计主体control的 第二个由过去交易事项产生的 第三个呢会导致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这个未来的经济利益啊 我总说这个财务会计 其实你学的有意思吗 有意思 但是你要说没意思吗 好像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挺没意思的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财务会计 你就会发现越学越发现 财务会计就是围着钱赚 这个钱呢 这个说的俗叫钱 但是说的这个高大上一点 专业一点呢 我们就叫他经济利益 所以经济利益的流入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嘛 对吧 而且我们后面讲啊 很多的这个基本的定义啊 这个包括我们后面讲的确认啊 这些东西都是围着钱赚啊 都是财务会计都是围着钱赚 先解释第一个啊 第一个我们资产的定义里边 之所以用control 而不用own 想当我说过这事 他怎么不说叫own的badentity 他不这么说 因为own这个词体现的是法律形式 我们有很多 我们往后F7在很多地方 大家都会提 都会感受到 就是这个资产 我们总说 这个比如说我这个卖 我的存货销售出去 我这存货什么时候叫销售出去啊 不一定是他的legal title转移 也不一定是他的这个实物 我这个转移了这个实体的占有 这个都不一定 我看的是 我什么时候把这个东西的控制权 转移给买方啊 那我就认为我这个存货卖出去了 所以呢 我这个资产 什么叫我的资产 就我要说我control它 而不是own它 经济实质 法律形式 叫实质中于形式原则 好吗 然后第二个 就为什么他一直要说 这个由过去交易事项产生的呢 就是你这个资产啊 你要告诉我是怎么来的 你比如说最简单 我是买来的 我有买的这个交易事项 对吧 或者是我是租来的是吧 或者是这个腔上掉馅饼掉下来的 你比如说政府补贴 补贴给你一块地都有可能 你你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要有过去的交易事项 你不能说人家问你说 哎 这个你有多少的这个资产 我们这个老百姓叫叫财产 是吧 你有多少资产 你说 我有五十个亿的资产 然后我是问你说 你哪有这么多资产 这有什么呀 你有什么呀 你说我有一个五年以后超越马云的梦想 这个是不行的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好理解吧 就是一定要由过去交易事项产生 你是有什么事导致的你 这个控制了现在的这么一个资产 然后最后一个 它会导致未来经济利益的流露 我解释解释哈 比如说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是这个 我是卖水壶的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保温壶 好吧 我是卖水壶的 按理说呢 这个水壶我如果是卖水壶 我买进来的这个水壶呢 应该是我的一项资产 那个资产叫做存货 存货就是持有一杯销售的 叫held for resale 对吧 好了 那比如说呢 我今天这个进了一车皮的这个 这个水壶来哈 那按理说 按理说啊 咱怎么做这啊 就应该这样做 比如说我花钱买的啊 或者比如说你是收购的 收购你就 待机应付账款嘛 多少多少钱 比如说五十万 是吧 比如说五十万啊 然后呢 我们正常你借方 是不是应该借记一个存货呀 你买进来的存货嘛 就eventure嘛 你正常应该这么做 是吧 但是呢 我跟你说 你想存货是什么 存货就是一个资产吗 但是如果我现在跟你说 你这个 进来的这个货啊 你打开这个箱子 一看一验货 发现说 所有的这个壶都没有底 所有的这个壶都没有底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你被骗了呀 就是人家这个忽悠你了 是吧 你进货本来觉得说 哎呦 你看这供应商的这个 这个售价真便宜 是吧 我在你这进货吧 进的多点 结果怎么样呢 这个 你相当受骗了 然后这个供应商就找不着人了 你怎么也找不着人家了 那你就 那你就 就就就赔了吧 是吧 所以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你这个借方还能借记存货这个资产吗 就是你还有没有这个资产啊 我们说就没有了 为什么呀 你看啊 虽然说他满足前两个条件啊 说这个反正我控制他了 这个这壶确实是我的 对吧 也有过去交易事项 我签合同交钱买的 没问题吧 啊 但是呢 我发现说这个东西啊 就砸在我手里了 就或者叫我损失掉了 他没有办法给我带来 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那你注意 你这时候就不能借记存货了 啊 那你说你借记什么呀 那你就入当期损益了 你比如说啊 这是由于我这个 管理不善嘛 就是核实这个供应商的资值 没有认真仔细的去核实 光贪便宜了 对不对 那我就借记管理费用 就完了 那这就就是 这什么意思 就是进了 进了当期损益了吗 骗掉不就损益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资产 要同时具备的 这个三个条件的这个原因啊 我们后面呢 这个随着我们课程的深入 大家慢慢体会 对吧 这个资产我们先说到这儿啊 好了 先说负债 负债呢 也是三个关键词啊 第一个 叫现实的义务 这个现实这俩字啊 就现在的见识 现在的现时间的识 一会儿再解释啊 这是第一个关键词 第二个关键词一样 过去的交易事项 由过去的交易事项导致的 第三个关键词 这个 也是啊 这个economic benefits 然后呢 画下来 然后把这个outflow画下来 就是会导致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出 我们给他总结一下啊 你看什么叫负债 什么叫负债啊 第一个 他说啊 你得是一个现实的义务 第二个 由过去交易事项导致 好吧 然后第三个 他说会导致经济利益一样吗 就钱吗 会导致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出 好吧 来 第三个我解释一下啊 这个 首先先说这个现实 这两个字 什么叫现实 现实就是说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首先大家注意啊 资产是个十点概念的数字 对吧 负债也是个十点概念的数字 我们在F7楼就没有再给大家讲这个什么十七概念 十点概念 我suppose大家都了解了啊 我们就不再说那么基础的东西了啊 这两个都是十点概念的数字啊 所以什么叫现实的义务呢 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已经有了一个已经存在的 无法避免掉的 或者法律锁定的这么一个义务 叫现实的义务 由过去交易事项导致的现实的义务 这两个咱们一块解释啊 什么叫由过去教育事项 所导致的一个现在承担的一个义务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咱们考那个ACC要交考税费 我现在这个考一次多少钱 我还真是不太知道 比如说啊 这个考一次减三收人民币啊 比如说考一次一签啊 这个考一次一签呢 你去这个ACC的这个官网上去报名 说你就你看 比如说这次啊 我要参加这个2018年9月份的F7的考试 然后你报名进去了 然后你submit点submit进去之后 然后他会给你跳出一个页面来 说那个你叫他叫他叫什么 他amount due 就是你应该ACC官网说 就你应该交给我多少钱啊 比如显示一个1000块钱人民币啊 然后呢 那你就给他交钱啊 对吧 结果你显示你 他如果蹦出来1000块钱 你去交钱 你觉得心甘情愿是为什么呢 你看啊 因为你有过去的交友事项 是什么呀 是我报名 说我愿意啊 在你这参加一次F7的考试 我已经报名了 导致你承担一个什么现实的义务呢 就是你要给人家交这笔钱 你要给人家交这笔钱的义务 所以你看 有过去交友事项导致的现实的义务 你会愿意交这笔钱 没问题 但是呢 我们换一个这个情境啊 比如说 我报名考试F7 我就考这一门啊 然后报名就进去了 然后进去之后呢 这个他蹦出来一个金额 叫Amount 对我说的那个ACC官网 让你交多少钱 蹦出来金额说1万块钱 然后你说 不对啊 我只考一次应该交1000啊 你为什么让我交1万啊 然后你给这个ACC这个官网打电话 或者北京代表处 什么上海代表处打电话啊 你说凭什么让我交1万啊 然后对方说 你看同学啊 你这稍安勿躁啊 你实际上这个报名啊 pass events啊 你只报名考一次F7 但是呢 我们审核了一下你的资质 觉得你这位同学 颜值不太高 这个执行力也不太好 然后情商也不太高 所以我们觉得吧 你可能应该以后 得考10次这个F7 你干脆先把10次钱全交了 你看行不行 你说不行 为什么呀 你看 你认为我没有成 没有这个现实的义务 我不认这个义务 是为什么 因为没有过去的交易事项吧 对不这意思啊 我举这个例子呢 虽然有点扯啊 但是我们其实后面的很多题目 其实就是这件事 你比如说我们会考 说这个我我我这个开采矿山啊 或者开采石油 然后呢 这个国家政策有规定 是吧 说你这个造成污染 那你要排污 或者是说 你要做这个 做这个清洁环保的工作 然后比如说呢 那你就说呃 我比如说开采矿山啊 我每开采多少吨的 这个什么圆煤 那可能我就会 我我每开采这么多吨 我就会造成多少多少的污染 那我就要做一些清理工作 所以你看我这一年下来 我应该承担的这个 所谓做做这个 这个这个叫清洁环保的 这个现实的义务是多少呢 那你就要看你开采了 多少吨的这个圆煤 明白吗 就是你开采圆煤的这个动作 就叫过去的交易事项 我没开采就不会造成污染 我就不会做这个清理的工作 我就没有这个现实的义务 明白吧 所以这个 我们后面很多地方 也会慢慢体会啊 然后最后一个好理解 这个最后一个好理解 什么叫导致经济利益的流出啊 你比如说你应付账款 你比如说你应付账款 你应付账款要不要给人钱啊 要吧 你长期借贷 你要不要还钱啊 到到这个到期的时候 你要不要还钱 当然要 所以这个经济利益流出 就是我未来会用我的现金 或者其他资产去清偿这个债务 那导致我的经济利益的流出 就是这个意思 好吧 这就是资产跟负债 我们再看 什么叫所有者权益 这个句子啊 同学们 这个句子 我没有带大家一个字一个字的读 你只要 因为我们F7在水边 它没有那种大的文字体了 在F7里边 你只要能把我刚才讲的意思理解了 然后看到它的那个描述 你能反应过来 资产三个关键词 负债三个关键词 缺一不可 就行了啊 然后什么叫权益 权益 什么叫权益啊 这公式 这定义其实根本就不用看 什么叫权益 就是这个公式 E就是equity A就是asset L就是liability 所以权益等于资产减负债 所以这时候呢 权益也叫做净资产 我们后面会经常用这个名字啊 权益也叫净资产 就是资产抵减掉负债之后 净剩的那些资产 不就这意思吗 这叫所有者权益 所以你看他的定义 什么叫权益啊 It's the residual interest 剩余的那些利益 然后呢 in the asset of an entity after deducting all its liability 就他的资产 抵减掉负债之后 剩余的那些利益 那就叫所有者权益 所以就是这个公式 好了啊 我们先看这一页的PPT 我问你 你觉得这三个定义当中 实际上 哪个定义是从属地位 哪个的定义 是属于从属地位 权益对吧 为什么呀 你看你看他怎么说 他说你资产 你资产抵减掉负债之后 那就叫所有者权益 所以你发现什么 我们看到这儿 你发现说 你只要把资产给我定义好 把负债给我定义好 是不是权益其实就有了 对吧 来啊 这个咱先说到这儿啊 我们再往后看 再看收入 你看收入 什么叫收入 我们先不读这一页的这个英文啊 我给大家念头念头 什么叫收入 什么叫收入啊 收入的定义 收入的定义呢 我给它分成前三分之一 中间三分之一 后三分之一 先说前三分之一 什么叫收入 收入是 它是指资产的增加 或者 负债的减少 叫做收入 资产的增加 或者负债的减少 叫收入 我们各举一个例子 我们就用我们F3当中学到的 最最最简单的例子 来说这件事 对吧 你看第一个啊 这什么叫资产的增加 叫收入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最简单的 借机应收账款 待机销售收入 大家都知道 这是记录一笔奢销的交易 对吧 没问题啊 那你看啊 我们说 呃 收入的这个定义 体现了一个什么原则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 我们叫做资产负债表原则 呃 有的时候呢 可能有些老师吧 那也叫这个资产负债 资产负债表官 啊 这个东西呢 不是谁发明的 是本身就有的 是这个 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会计 我们财务会计 这个体系里边 内含的一个原则啊 我们说了这个原则 这个原 一个是这个原则 一个是还有我们前面讲的 那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我个人觉得 这两个原则 如果你运用好了 你这个财务会计的水平 呃 会达到一个比较高的 这个高度 行吧啊 就就会很厉害啊 然后说说啊 你看这个 你发现啊 这笔交易里边啊 这个财方的这个销售收入 我们是如何考虑他的 也就是说 我什么时候能够 因为财务收入是收入增加嘛 我什么时候能确认这个收入呢 你注意啊 我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想的 我脑子里边想的啊 作为一个专业的会计人员 你脑子里面想的不应该是 这个收入能不能确认 你想的应该是 在这个时间点 我有没有增加应收账款 这个资产 听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 你看 我想的应该是说啊 在这个时间点 我的义务完成了没有 我的义务如果 我应进的义务如果完成了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的老五提供完了 我的这个资产的控制权 已经转移给对方了 如果这个事情 我的义务完成了 那么你看权力义务对等 权则发生制 义务完成了 我就要确认这个权利 我就有收款的这个权利 所以你看 当资产增加的时候 我才倒找损益 我在F3里边就总说这句话 叫确认好资产 负债表科们的借贷以后 这个损益是倒找出来的 就是借记这个资产 让这个资产增加 同时我才能确认这笔收入 这个思维逻辑是这样 不是说啊 我有一笔设销啊 我设销就自然而然 就是借记应付账款 在几乎收入 不应该是这么想 应该是刚才我那种思维的逻辑 再举一个这个例子 这怎么叫负债的减少 就叫收入 也用F3当中的例子 还记不记得这个 就是你看 借记应付账款 trade payable 那就负债减少了 就是负债减少了 没问题吧 你看我们F3学过一个 叫借记应付账款 代记什么呢 代记 discount receive 这些F3都讲过啊 我们F7直接拿来就用了啊 这是最简单的啊 就是借方充填应付 然后代方确认一个叫 discount receive的 就是收到的折扣折让 这是一个 你叫other income 也一样吗 代记收入收入增加 但是我在考虑 这笔分度的时候 我的出发点 就我的思维逻辑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说 我要想 在这个 在这个时间点 我这笔负债 有没有消亡掉 我们叫 distinguish 我这笔负债 有没有消亡掉 有没有减少这笔负债 如果我能确认 在这个时间点 我这笔负债没有了 也就是他要 减少这笔负债 就借记负债 负债减少 那么同时 我倒找损益 就是代记一笔收入 收入增加 这个收入是这么来的 这个思维的逻辑是这样来的 好吧 所以你就发现说 其实这个收入定义里边 最重要的 就是这钱三分之一 就这第一个三分之一 就是什么叫收入 我们不 这个收入定义 不是大家脑子里面 通常想的说 我得那个什么 卖入水东西了 我有收入 我得那个什么 这个收少钱 或者收少钱了 有收入 我们没有 我们收入的定义 是这样子定义的 它是通过资产的增加 叫收入 负债的减少 就要收入 这叫资产负债表官 或者资产负债表原则 所以说白了 咱再总结一句话 就是收入的增或者减 是取决于 它所对应的 它相对应的 那个资产负债表科目 我们在这里叫资产 对吧 就这个资产的增加 或者负债的减少 好了 我们先说到这 再说中间的三分之一 中间的三分之一 它是什么呢 所以你看收入 什么叫收入 资产增加 负债减少 同时大家想一想 你不管是资产增加 导致收入增加 还是负债减少 导致收入增加 你是不是反正利润会增加 对吧 然后我们再推一遍 这个损益表 跟资产负债表的关系 就是说 我损益表上 利润如果增加 那么利润最终会 截转进资产负债表上的 权益底下的留存收益 对不对 那就是我的留存收益会增加 所以就是我的权益会增加 所有者权益会增加 所以中间这 所以中间这三分之一 它说什么呢 你看啊 反正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那最终会导致 权益的增加 它增加的是权益底下的留存收益 那最终会导致权益的增加 没问题吧 对吧 好了 最后三分之一 最后三分之一 它说什么呢 在这啊 我带着大家复习一个 F3里面非常重要的分路 就是我们 其实就拿来用 但是呢 就 给当时就讲一遍吧 还记不记得这笔分路 还记得这笔分路吗 借记现金 代记股本 代记股本溢价 这是股本科目 这是股本溢价科目 然后这两个呢 都是权益类科目 我请问大家 这是记录什么交易的分路 能不能马上告诉我 马上反应过来 这是记录 issue of shares 对吧 而且我们讲过说 这个发行股票 有三种形式 一种是以市价发行 这笔分路 一种是叫right issue 叫付权发行 也是这笔分路 然后最后一种呢 叫bonus issue 叫红利股 我给的发行成叫红利股 这个bonus issue呢 跟这个分路不一样 我们在这先不提他啊 bonus issue是没有现金流的影响的啊 对就是就是复习啊 就复习啊 我就提一句啊 看你知不知道啊 然后大家看这笔分路里边 是不是你看 代记权益权益增加 代记权益权益增加 是不是也是所有的权益增加 但是你发现说 这个东西 就这笔交易跟收入 有半毛钱关系吗 什么关系都没有 发股票 我发股票 我的股东认购我的股票 他成了我的股东了 我的权益增加了 同时我的现金增加 跟收入没有半毛钱关系 是吧 所以你看不是说所有权益增加 就一定是收入增加 所以第三点他就说了啊 他说除了 除了啊 排除掉一部分 除了什么呢 除了他叫权益的参与者 直接贡献的那部分 啊 我写的是中文啊 一会我们对照看英文 就除了权益的参与者 直接贡献 这不是权益的参与者 就股东啊 就股东直接投进来嘛 人家花钱买你的股票嘛 所以这就一二三 合起来就是收入的定义 我们看一眼英文 读一读啊 他说 什么叫收入 收入就是 一个 Increase in economic benefit During the accounting period In the form of 以什么形式呢 我们开始看 叫Inflow or enhancement of assets 说白了是不是就资产的增加 没问题吧 或者呢 是Decrease of liability 是不是就是负债的减少 你看用的是偶尔啊 要不然是资产的增加 要不然是负债的减少 导致收入增加 就是 就到这啊 就到这 就是钱三分之一 对吧 That result in Increase in equity 最终呢 会导致权益的增加 这是中间的 那三分之一 对吧 然后 Other than 除了 除了什么呢 除了those relating to the contribution from equity participants 这是除了权益的参与者 直接贡献进来 就人家直接投进来的那种 这是最后三分之一 好吧 这整个是我们收入的定义 我们啊 这样啊 一会儿 我们把费用讲完了 我再给大家把这个两个连起来 咱们再说说这个啊 你们资产负债表原则 资产负债表官 咱们再说说啊 然后底下这句话 大家简单看一眼就完了 就是呃 实际上我们这个西方会计里边 它不是那么的讲究呃 什么这个影就是啊 叫营业利润里头的东西啊 或者营业外的呀 你要非常清楚的区分 像我们考cpa的话 这个你要是这个分错了 你把营业外的放到营业利润里了 这你就错了啊 然后呢 而且我们国家现在cpi总改 是不是 那以前那个处置固定资产的那个损益 属于营业外的 现在又跑到这个营业利润里头来了 它总改 但是西方会计里头呢 它没有 大家不用去 这个很cose这些东西 这个什么东西是 什么东西是营业外的呀 对吧 那什么东西呃 是属营业利润里头呀 我们不用特别在意这个东西 大家只要记住一个原则 你只要能区分 你只要会区分这个啊 你只要会区分毛利上边的东西 和毛利下边的东西就可以啊 就就就完全能应对所有的 我们cc知道p2的考试 毛利上面是什么 我们中文叫主营业务收入 减主营业务成本 对吧 主营业务大家就好理解吗 什么叫做我的主营业务啊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比如说我啊 我走到马路上 走到马路上 持到一个矿泉水瓶 然后呢 卖给了那个收费品的 我收到两毛钱 你说这是我的主营业务 还是其他业务 或者或者叫营业外的收入 就是这是我的主营业务收入 还是我的营业外的收入 你说 大家说可能会 可能所有同学都会说 老师这 这是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营业外啊 这肯定是你的营业外 那我说不一定啊 你比如说 你怎么知道我专业干嘛 我要是专业 就是走马路上 持矿泉水瓶 然后卖钱的呢 对吧 我如果是平常 就是专业干这个的 那这个就是我的主营业务收入了 所以举这个例子 好理解吧 就主营业务啊 所以呢 我们只要会区分 像刚才那个 我们刚才举那个例子 像这个 这个discount received 你就想吧 你的主营业务 是没事收折扣下 不是吧 所以呢 你看叫other income 就知道说 哦 这个东西啊 放在毛利底下 放在毛利底下 就OK了 就可以了 懂不懂 啊 就行了啊 我们再看看 什么叫什么什么 什么叫费用啊 费用 你就照猫画虎 会不会 就照着那个资产的定义来啊 首先 你看啊 前三分之一 什么叫费用啊 资产减少叫费用 啊 或者 负债增加叫费用 来各举一个例子啊 首先 资产减少怎么就叫费用 我们还是说一个 我们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例子啊 资产减少叫费用 比如说 写在这儿啊 比如说 这有两三学的啊 就你代际存货 存货减少了 但是呢 我如果告诉你 这存货是因为什么减少的啊 你这存货是因为 过期了 过时了 成就了 卖不出去了 减值了 总之就是减值了 所以你这个借房 借记的是什么 那个叫imperiment loss 我简单写了啊 简值损失 是吧 F3学了最简单的那笔分路啊 所以你看 我这笔分路 我做这笔分路时候的出发点 我的逻辑是什么 我考虑的一定是 先考虑它 先考虑它 我先想 我在这个时间点 我存货的这个资产 有没有减值 没减值 我就不做这个分路 对吗 减值了 我就哦 你看这资产减少 资产减少呢 倒着损益 就是借记一笔 减值损失 你看一个损失就费用嘛 对吧 借记费用 费用增加 对吧 没问题吧 再比如说 这个也是 这负债 负债增加 怎么叫费用啊 也说在F3学了 那个预计负债 还记得吗 话说这个故事啊 就是那什么 味觉诉讼 大家最清楚的 到了某年年末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公司被人家告了 我们是被告 然后呢 律师咱们的律师啊 就跟这个会计就说了 说你看啊 这个官司 我觉得咱们很可能会输 输的话呢 我们很可能赔人家一个million 所以你在期末 你怎么做这分路啊 你先想说 哦你看 期末这个时间点 我认为 我首先要确认一笔预计负债 先把这个负债给我确认了 你看代替负债 负债增加 然后干嘛呀 倒着审 借记一个管理费用 对吧 对我这个分路的逻辑是这么来的 你全都是先确认好资产负债表 客户的接待之后 这个损益是倒挤出来的 损益是倒找的 这是一个啊 然后 中间三分之一是什么呀 你想呢 你不管是资产减少还是负债增加 总之你费用增加了的话 是不是费用增加利润减少 利润减少最终所有者权益减少 对吧 最终会导致权益的减少 最后三分之一 又来了啊 复习这笔分路还记不记得啊 在这啊 这分路还记得吗 借记留存收益代替现金 这是记录什么交易的分路啊 这是记录 鼓励分配吧 dividend呢 还记得吗 这是记录鼓励分配的一笔分路 就是我分鼓励了 所以分鼓励的怎么做呀 代替现金啊 现金流出拿去给股东 就是大家分赃了嘛 分走了嘛 然后呢 同时借记留存收益 留存收益是权益的科目 代方性质科目 借记表是减少 最充减留存收益 权益减少 你看 这也是权益减少 但是和费用有关系吗 也有半毛钱关系 所以这就是什么 跟也是跟前面那个类似 这就叫除了 除了什么呀 除了直接 我们那个是权益的参与者 直接贡献的 对吧 这是除了权益的参与者 应该这么想 就除了直接分配给 除了直接分配给权益参与者的那些 你看就是直接分配给权益参与者 对吧 这个 这个 虽然也是权益减少 但是不是费用 我们读一遍啊 说什么叫费用 费用啊 就是decrease in economic benefits during the accounting period in the form of 以什么形式呢 out flow 或者是depression of assets 说白了不就是资产的减少吗 对吧 或者是呢 incurrence 发生啊 增加啊 incurrence of liability 不就是费债的增加吗 到这儿前三分之一 对吧 然后that result in decrease in equity 最终会导致权益的减少 中间三分之一 other than 除了除了 those relating to distribution to equity participants 除了我们直接分配给权益参与者的那些 好吧 这就是费用的定义啊 这就是费用的定义啊 这就是费用的定义 好了啊 我们这个收入定义看完了 费用定义看完了 你就会发现说 首先收入 刚才我说了 不是大家脑子里面想的那个 我得挣了钱 我就要收入 费用也是 你发现 他是以他费用这个科目 相对应的那个资产负债点科目的增加减少 那叫余额的变动 去确认的这个费用 费用是增加 还是费用是减少 所以费用也不是大家脑子里边想的 说哦 我必须得有损失 我或者我必须得有支出这样费用 也不是啊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其实在F3 我就给大家灌输过这个思想 所以我希望这个 如果在F3学过这个东西的 大家一定要在F7把它回忆起来 把它recall回来 然后好好的应用它 因为这个东西 你会发现在我们F7的课程里面 真的是太好用了 如果你把它用的好的话 会帮你 很多问题 你会发现看似高大上 看似很难理解 但你只要把这个用好了 很多问题就迎刃而紧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后面会学一个准则 听起来 你一听那名字你都头疼 你就觉得很费解 很难处理它 叫做金融工具那个准则 金融工具那个准则 那个准则里头呢 咱举个例子 其中有一类呢 金融工具嘛 不就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吗 其中呢有一个 大家觉得最头疼的就这个financial assets 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 我现在如果 我现在不讲这个准则 我们后面后面会有一个比较长的这个这个课时会讲 我现在不跟你说这个金融资产怎么怎么回事 我现在问你它是不是个资产 asset 你本管它什么financial assets存货什么PP 反正它这个资产没问题吧 那如果我跟你讲 我说这个金融资产的分类 它的分类啊 其中有一种分类 叫做这个名字 叫FVTPL 这叫什么呢 这叫FV就是公民价值 Fair Value P就是through through就是进的意思啊 P&L 损益 这个翻译过来叫啥呢 从这连说啊 叫做公允价值变动 净损益的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 净损益的金融资产 所以你说我如果告诉你 这个这个金融资产是 它是名字叫这个的话 好了 现在我跟你讲 我说啊 我期初的时候 比如说啊 我2017年1月1号的时候 我账案上有一个金融资产 不管它是什么啊 反正叫金融资产 当时呢账案上是1.2个美领 一直挂在帐杆上 现在呢 到了年底了 到年底呢 我结账 我编财报了 我现在跟你讲 我如果告诉你 我说在这个时间点 我这个金融资产 仍然持有 它的公允价值是一个美领 你说你要怎么办 它现在这个时间点 公允价值是一个美领 你要怎么办 那你就想 好了 这资产回来表观啊 我就想 哦 这是个资产 这个资产呢 我现在要干嘛呢 我要把这个资产的价值 从期初的1.2个美领 要给它减计到期末的一个美领 对吧 两个十点数 从1.2要给它减计到一个美领 所以我要做的分路是什么 你看 先确认好资产负债表 科们的借贷 那就是我要代计这个金融资产 减少吗 减少多少呢 哦 我一看 减少0.2 好吧 由于它是供应价值的变动 进损益 所以你就倒着损益 有时候说老师 你这分路不对 你这个借记骗鸟 骗鸟是个什么东西啊 你不是得借记一个什么什么费用 或者什么什么收入吗 我跟大家讲 这个东西 我们在F7的考试当中 大家要会这么写 就是 你不用去告诉那个马克 说 哎 我这必须得是借记一个 你比如说啊 借记一个投资收益 啊 充减充减一个投资收益 啊 或者是借记一个什么什么损失啊 确认一笔损失 你不用说这么明白 你就把这分路给它写在这 一定会得满分 就是就这个分数啊 就这块的分数啊 就一定会得满分 而且 马克还会觉得 你这个人特别有思想 特别的高大上 你看为什么 我们叫借记损益 可以怎么理解 你想想我们前面讲的收入 跟费用的定义啊 其实呢 就没有那么的死板 大家一定要灵活 借记损益 我们可以怎么理解 他要是个收入类科目 你借记那个收入的话 是不是就是收入减少 对吧 就充减一笔当期的收入 是吧 你要是把它理解为一个费用科目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当期的一笔费用的调增 明白吗 都可以啊 这个都行啊 这个都行 那比如说我们要在这个编表的大题当中 你就要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你比如说人家都告诉你了 说我这个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变动啊 进损益啊 而且呢 我那个损益表里头啊 有一个这个 就其他的投资的一个投资收益 然后他跟你说 他说那我的供应价值变动 那就充减那个投资收益就完了 那就是借记什么investment income 你编表的时候就充减那个投资收益就可以了 懂不懂啊 那你就说老师那他又没说呢 他没说怎么办 你这借记损益我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都行 懂不懂 他如果没讲 他那个损益表里边有一个投资收益 你去给我冲 他那个就是减去一个0.2个 把他那个以前比如说他是50万的投资收益 你把他减一个20万 编表输入30万 可以啊 或者你说老师我不愿意冲那个投资收益 他不没要求吗 我不愿意冲那个投资收益 我呢就在那个损益表里头单独做一个 就单独做一个减项嘛 就借记费用费用增加 单独做一个减项减20万 旁边写一个是什么 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变动的损失 行不行 也行 都可以 不会扣你分的 明白吧 所以你看 这不是这个吗 那你再比如说 我如果告诉你说 我这个金融资产啊 是另外一种分类方式 这个叫这个叫 FVTOCI 叫供应价值变动 进其他综合性收益 Other Contrary Hens of Income 进其他综合性收益的金融资产 那你说 我这怎么办 比如还是这数 七初的时候是1.2个美领 然后到期末 我告诉你 他供应价值成了1个美领 那你说你怎么办 一样啊 首先你还告诉我 这资产是不是减少 是 对吧 是 这个 这肯定不动 这肯定 一定就是待机资产 资产减少 只不过他说 供应价值变动 进OCI 其他综合性收益 我们叫那个 就以实现的利润 净利润底下 那个叫未实现的 那一堆东西 对吧 我们F3只学过一个 叫固定资产重估价的 那个Gain on Revaluation 是不是 你看这个东西 实际上就我们后面 F57要学的另外的一个 那这个就 借记OCR吗 那借记OCR吗 所以 这个如果是借记 损益 借记损益的话 我们可以理解为 收入的减少 或者费用的增加 那不管是收入减少 还是费用增加 咱们往下推一下 不管是这两种 哪种情况 是不是一定是利润减少 利润减少 最终 最终 权益底下的 留存收益减少 所以你说 我是不是还可以这么写 就是 待方待机的金融资产 我借方 首先借记损益 但你同时也可以写 借记留存收益 不就是减少留存收益吗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那我待机金融资产没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那我借记 OCI 然后那你就要想 那就是我OCI里的 一笔收益减少了 那最终哪会减少呢 我们叫OCE OCE 叫Other Components of Equity 叫Other Components of Equity 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把它通减 或者截转进 留存收益 因为留存收益 你权益底下 我们在这把后面 要讲 要设计要用的地方 就是F3里的基础知识 我们就带一遍 你权益底下 你看 有留存收益 有Other Components of Equity 这里边 大家如果学过F3的话 应该已经对一个东西 非常熟悉了 就这里边的一个东西 叫Revaluation Supplers 就固定资产 重估价产生那个GIN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个留存收益 它就是一个框 这个框 这个框拿来接着什么 它是个十点数 拿来接着什么呢 拿来接着你每年的 那个损益表 里边那个已实现的利润 就那个净利润的名字 叫Profit for the Year 那个净利润 截转进来 净利润截转进来 当然呢 你看啊 净利润截转进来 是吧 然后你要分配股利的时候呢 你是借记留存收益 所以从这再出去 分配股利 对吧 留存收益就干这个用 然后OCE 或者我以前学的这个revaluation software是干嘛用的呢 你比如说这个RS是干嘛用的 RS干嘛用的 它也是个框 但是它接着的是什么 是你每年那个损益及其他综合性收益报表 底下的那个其他综合性收益里边 你每年固定资产重估价的那个GIN 截转进来 对吧 每年截转进来 它就接着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 不不允许往外做股利分配 就是你做股利分配的时候不能用它 所以它才叫未实现的嘛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个也是嘛 你如果是供与价值变动性 OCI的金融资产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GIN 或者它就要充减那个GIN啊 就是这顶点 最终要去充减谁啊 要去充减它 不能去充减留存收益 这就是我们之前 F3讲的那个什么 已实现未实现的这个区别 在这也带一下 再举个例子啊 再举个例子 这块课室我们不怕长 这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铺垫 铺垫好了 我们后面这个路就好走 铺垫好了路就好走 你比如说 我们还学过什么吗 也是F3学的 处置固定资产 你也处置固定资产 你看我这么写一个啊 我这么写一个啊 这个 我其实平常不太爱中这种形式啊 但是可能有些老师用 但是我觉得 咱那没关系啊 咱用一次啊 都无所谓 你处置固定资产 你怎么想这个问题 那你想说 哦 资产卖了 那就是我账面上的一个固定资产减少了 对吧 你看啊 PPE 我账面上的固定资产减少了 假设呢 我账面上700块钱的固定资产减少了 被卖出去了吗 对吧 700啊 把它待机掉 九九的减少了 然后我这个资产咱假设说啊 这个资产你卖了多少钱呢 你看这是资产负债表科目 对吧 这也是资产负债表科目 卖多少钱 我想说比如说 哦 我卖了800 所以你看你这分路啊 你怎么做 你借记现金800 代记PPE700 你发现当你把所有的资产负债表科目的借贷 确认好之后 那个差额就是损益 所以就是 我们叫 其实就是骗掉 我们叫profit on disposal 那个名字 对吧 就处置固定资产的收益 这100 这分路不就那么凑平的吗 是不是借记现金800 代记PPE700 好了 嘎叉进损益 就是代记profit on disposal 100 这就是一个 我们叫毛利底下的一笔收入 现在应该这么说 毛利底下的一笔收入 对吧 代记收入收入增加 那反过来你说 那个我要卖600呢 600呢 你一样吗 首先代记掉一个PPE700 这个资产没了 多了个什么呢 多了个现金 这个资产600 然后你发现你倒几损益 这成什么了 就成loss了 就loss on disposal 对吧 就loss on disposal 就是个费用 正好就借记费用 费用增加 倒几损益 好吧 好了 我们这个 这个资产负债的概念 还有收入费用的 这个概念 就非常非常重要 包括这个资产负债表原则 我们用密子 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然后 你们那个讲义上 我后面有一段reading 就是就是大家有兴趣 你可以读一读 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这个资产跟负债的定义 那么的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定义 资产跟负债 因为大家想一想 我们过一下 权益怎么定义 权益是说资产减负债 对吧 权益从属地位 收入怎么定义 收入是资产增加 负债减少 你看它还是取决于资产负债 这个费用怎么定义 费用是资产减少 负债增加 交费用 它还是取决于资产跟负债 好吧 所以呢 这块大家读一下啊 这块大家读一下 然后另外我说一句啊 你们也不用记 我也不再写了 就是这个资产负债表原则 或者叫资产负债表官 它实际上呢 就是要求我们这个准则的制定者啊 所以你看 这个我们理解 我们就要这么理解 是为什么呢 因为人定准则是就是 从这个思路去定的 他要求这个准则的制定者啊 在规范一项交易的时候 他在规范这个交易 应该怎么做会计处理的时候 他的出发点 就应该是那个资产 的增加或者减少 或者负债的增加减少 就是你这笔交易 会导致我资产增加 还是减少 或者会导致负债的增加 还是减少 所以收入跟费用 他一般不去规范他 为什么 你把那个资产 和那个负债的增加 减少规范好了 那个损益是倒挤出来的 明白吧 好了啊 这个我们这节课啊 其实主要就是讲 这个资产负债表原则 所以大家呢 这个好好理解一下 而且我们这张啊 我们刚才这节课 其实也复习了 好多我们F3里边 最基本的这些知识 如果你还是觉得听不懂 那我建议大家去翻翻 你以前这个F3的 这个基础的这个教材 或者是 如果大家没学过F3 根本就没有学过的话 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 你们的什么 这个会导学 类似于会导学原理的 这种书 稍微看一看 好吧 因为我们那些东西 没有时间再详细的 给大家讲了 尤其特别就是 特别就是这个 刚才我说的这个 迷你实现的 这未实现的这些东西 真的没有时间 单独再给大家讲 绝了一句 好吧 这一课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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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